咋啦 咋啦 怎么这个厚的 没有剥 剥大葱的皮吗 大葱要剥皮吗 要剥皮吗 谁说的人家肯定剥皮 你说 这一层怎么能吃的好厌啊 你知道吗 宋玉菲爸爸这个有着意外身家的男人 平时在家也不用做任何事情 江湖馆也基本上是没做过 被宠城公主的宋玉菲也是一样的 三家也从来没有干过任何江湖馆 甚至连洗衣机都不会用 最简单的泡面也不会做 所以宋玉菲就参加了做家务的节目 让自己和父亲多多学习做家务 让妈妈可以好好休息一下 没想到宋玉菲爸爸下午厨真的让人刮目相看 宋玉菲妈吃饭的时候吃到大葱 还是完全没有剥皮的大葱 宋玉菲真的是又好气又好笑 毕竟下午熟的人都知道大葱要包皮 因为大葱外边有一层黄的干的皮要包掉 但是毫无守望经验的宋玉菲就不知道 还透扫宋玉菲妈买的葱不对 应该满眼前包好的葱才对 宋玉菲妈都被宋玉菲爸爸无理取闹气叫了 这一家子真的是太绝了 关注我 关注我 关注我